很多观众说我们驾驶仓介绍的车 经常都很离地 价格都几百万、几千万 但是 无论你多离地 玩多少部车 玩很多老爷车都好 我觉得最需要的 就是一部脚车 什么是脚车呢 就是一部很实用 很经济省油的代步车 符合所谓的脚车 即是日用车的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价钱相宜 第二就是可靠实用 省油 以及容易驾驶 今天我找到这两部 都是KIA的出品 也是最新到港的Facelift版 我右边这部就是Morning 左边这部就是Stonic 两部是不同型格的车 两部车的顾客对象 其实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认为两部车 都很适合在香港作为代步用途 为什么我会找韩国车呢 因为韩国车呢 近年的性价比呢 是无可否认是高的 例如以这部Morning为例 145,000元左右 另外这一部Stonic 车价 191,000元 我们看到这个Morning 就是2021年款 暂时香港就是引入最顶级的版本 就是GT Line 原装已经配备了全套跑车格调的包围 Facelift 了的地方就是这个鬼面罩 整个下面的包围 也是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车尾最显著的改动呢 就是它下面 两个做了一个 Chrome 好像 模仿一个排气喉的出口 Engine 方面 这部Morning 都是用回1.2公升的直四自然吸气引擎 这次改良版最大最大的改动呢 就是它的波箱 Facelift 前就是用4速自动波箱 这次厂就换了一套5前速的AMT半自动波箱 基本上是Base on一个5前速的手波波箱 不过 离合器系统是全自动操作 厂就说其实这个5速AMT波箱 是比起之前的4速更加高效率 以及更加省油 而且重量亦都会比Dill Clutch波箱为轻 它虽然是一辆14万5千元的车 但是你上到来的车厂 看到它是用料 我觉得比很多日本车都更加精细 这部2021年的Morning 其实最主要的车厂的改动 整个焦点就是在这个8吋的螢幕 卖点就是它可以接驳到Apple CarPlay 原装已经配备了恒温冷气 大家可能一上车就可能会看到 为什么这个波棍这么有趣 只是有R N 和D 为什么没有了P波 因为这个是一个5前速的半自动波箱 其实它的安排和手波相似 每次我们拍了车之后就要进入N 波 然后拉着手掣 就是等于 好像你开车棍波车一样 来到后座 这辆虽然是小车 都舒适 不错 不会太局促的感觉 Morning的尾箱空间 其实以它这么小的车来说 都不是太差 都有255公升 如果拍下座位 它就有1010个公升 至于这架Stonic 2021年款 其实大家看到外形 和包装和配套 其实和之前是没有什么分别 那分别在哪呢 分别 就是在这里 2021年款 就换了一台1.4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 它就配了一个6前速的自动波箱 很多人听到这个组合 就有点失望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的Stonic是配1.0三缸Turbo引擎 再配一个很吸引的7速Duel Clutch波箱 那个组合 在Facelift版来说 如果在英国 其实已经配备了Mild Hybrid系统 如果来到香港的车价可能很贵 所以代理就引入了这一款 配备1.4自然吸气引擎 和6速自动波箱的版本 其实你一上来这辆Stonic 就会觉得这辆车是高级的Morning 因为始终一来空间大一点 二来是用料 设计的配色也是高级的 Stonic的车厢变动 也不是那么大 最主要跟刚才的Morning一样 就是8吋的规模 亦是可以接驳到Apple CarPlay 中间标板也有4.2吋的资讯屏幕 脚位空间很明显 比刚才的Morning很多 另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地台差不多是平的 所以如果你坐在中间 第三个人坐在中间 亦是很舒适 脚位也不用屈 空间足够 但是这辆车和Morning一样 就是没有天窗或者玻璃顶 Stonic除了车身比较Morning大之外 行李空间也大很多 Basic也有352公升 如果把椅子拍下来 可以去到1155公升 买到两架Mountainbike 如果说空间和实用性 这辆Stonic是会赢了 这个Morning 虽然配了1.2公升 84匹的自然吸气引擎 但是走起来特别在市区 你发觉它是很灵活的 因为它的车重是只得980多个KG D 波行车的转波会比较暢顺 但是駕駛时也要有点 駕駛首波的常识 只要在转波时 转转扇转转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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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주는 它变得通常 其实适应一下便不有问题 但如果你要激进扇转转的 就一定要用回價格波 這車雖然是 1.2 公升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慢 很爽快 力量很爽快 很靈活 很輕巧 你覺得整輛車很一體化 它的操控 很多這些日本車 就會在彎上比較浮 但這輛車的彎也很平穩 雖然配用 15 吋輪輪輪 但這輛彎是有歐洲車的穩定性 之前那款Morning我未開過 但我覺得這輛車樂趣也不小 如果這輛車有軚盤加減 我猜會更好玩 上來這輛Stonic 第一個感覺到的分別 就是這輛車的軚感輕了很多 剛才的Morning會更重 充實一點 這輛Stonic配置了 1.4 自然吸氣引擎 馬力大一點 100匹 它用回一個6前速的傳統自動波箱 轉波反應是順暢一點的 一般人來說 這輛自動波箱會容易掌握很多 車架我覺得這輛車也確實正 但可能車廂空間大一點 隔音我覺得Morning會好一點 可能它的輪胎小一點 15 吋 這輛17 吋 這輛車雖然是 1.4 公升 但我覺得加速力反而沒有Morning那麼強勁 其實是重量反映出來的 這輛車始終是重多 差不多 200 公升 1,100 公升 車重心會高一點 身體路會多一點 但很穩定 唯一是輪胎比較輕 如果輪胎可以重重一點 這輛車就很完美 也是一輛很好的入門級SUV 其實兩輛車在一般市區速度行車 是很舒適的 你不去特別催谷引擎 其實它都頗寧靜 如果你很心急要很短程發力 兩輛車都要利用高轉數 引擎一上高轉數就很難免會比較吵鬧 這輛車因為車身高一點 所以體位的乘坐感 相比起這輛Morning是舒服一點的 我猜如果一般女士駕駛比較高 高新的車身體位的信心會大很多 試完兩輛車 有個總結 我自己喜歡Morning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Morning這個波箱 我覺得有駕駛首波的樂趣 如果你控制得好 這輛車其實是一輛很直接爽快 很力氣的車 在駕駛樂趣方面Morning是高的 對於一般人來說 我覺得Stonic 尤其是一加四口 一加三四口 比起Morning更加會適合 因為整個車的空間大一點 乘坐感也會舒適一點 它的六速全自動波箱 是比較容易掌握一點 一般人跳上一輛Stonic 會駕駛得順暢於Morning 代步車以經濟為原則 這輛1.2公升 這輛1.4公升 其實都是在最便宜的排費級別 我也問過代理 其實這兩輛車 基本的Service要多少錢 Morning一個基本的換油 套餐是2200多元 東力是2800多元 3000元也不用 另外兩輛車代理都有提供5年的保養 很多人可能會說 14萬、19萬多元 都能買到很不錯的二手車 但二手車有哪一輛不用製造 如果可以買一輛全新車 用4至5年 其實你除開每一年 那個洗費都很低 然後再說 我先去洗衣機 你不用製造 你不用製造 那一輛車 那一輛車 我先去洗衣機 你不用製造 我先去洗衣機